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派遣加克号直升机航母前往南海为期巡航三个月,而这一消息已经报道,瞬间, 另亚太局势又开始进入紧张化,军事专家引拙称道,即美英把三国来南海绣完肌肉后,日本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就开始松绑,随后准备巡航南海行为就暴露无遗,这不仅仅是直接加剧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,同时也使得原本平静下来,的南海局势又开始动荡。 据了解,日本在去年曾派遣出云号,在南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航,而且也曾一度加入美英两国的联合海上演习,使当时的南海局势十分不稳定。 不过最后日本迫于俄罗斯在四方海盗方面的压力,最终无奈之下返航了。 如今,日本再度派遣加赫号准备巡航南海,无疑是在对中国示威,从公开的资料了解到, 日本加赫号直升机航母满载排水量,可达26000吨,最高航速达约为30节左右。 另外,加赫号的飞行甲板长248米,宽38米,可搭载类型战机14架。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从美国订购短距垂直起降的F-35战机。 未来一代日本的F-35战机到货,届十号完全具备航母作战的能力。 同时,由于日本属于海岛国家,四周环海,所以日本为了提高海上自卫队的战斗力, 对加赫号直升机航母进行了全面的升级,使其具备了两栖登陆舰的运输,海河补给能力。 从网上公开的加赫号图上看,在加赫号直升机航母左侧位置配有两栖作战部队的专属舱门, 而且尾部舰舱下方拥有众多的补给设施,这也就使得加赫号直升机航母在两栖登陆作战能力上,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 综上所述,虽然日本现阶段在南海肆无忌惮地捣乱,但随着我国际年来,在南海上的岛礁改造工作不断加快, 在岛礁深部署的防空系统和雷达,完全成为了美日两国的噩梦。 如今我国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议案,已经初步提升了日程,未来建立识别区的日子,相信离我们不远了。 届时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,再向在南海讲局,也得看自己能不能承受驻中国的怒火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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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